新闻回暖光复乡季节限定的 泰巴朗建榫农特产 此时也进入了惨季 光丰地区的农会为了确实掌握建榫生长的情况 一粒衔接三月建榫产销推广事宜 今天会同推广部以及农民现场巡查 农民乐观表示 目前地底的建榫芽都已经长出 若天气合适 最快再过两周就可以生产采收 光丰地区农会总干事张明发 剥开地上的落叶用锄头 涮着建筑地下走近 勤勤挖掘 仔细查看建筑笋是否已经开始冒芽 在天间管理之外 建筑笋的生产与产量与日照与水息息相关 我的确实掌握建筑笋生长节奏 一粒衔接三月份开始的建筑产销推广事宜 光丰地区农会总干事张明发会同 推广部同仁与农民 处以到现地巡查 了解建筑笋目前的生长概况 整体看起来 我们的建筑笋应该在2月25号左右 应该陆陆续续的就会有 到我们三月的时候 那时候量应该会比较多 当然建筑笋是我们泰巴 一个重要的一个季节性的重要产业 我想我们农会针对我们今天的建筑笋 我想我们也是富裕余力的来去做行销推广 气温回暖天候适宜 依照目前的天气情况来看 部落农民乐观表示 最快再过14天就可以吃得到 今年第一批出土的建筑 两个礼拜 两个礼拜 那对 就可以了 就会陆续续续续 陆续续续了 还没有全部出来 这是陆续续 不是马上出了 像现在那么冷 它会变慢吗 出太阳冷 你会长 要不要下雨 不下雨 现在都湿湿了 那个土 所以很好 今年应该很好 农民有行星 农会也稍微放宽了心些 因为包括产销记者会 建筍饷宴大餐 以及行销活动 乃至于收购加工等产销计划 农会都以万事俱备 现在就等建筍破土出产 记得石玉兰光复采访报道